我们先聊一下第四个重大错误是什么 第四个就是当您在买自住屋的时候 有些时候比如说父母小孩子买房子 然后父母会给一些赠予金给小孩子去买房子 或者是说有些人觉得就是说他们的筹款不够 或什么原因不够 钱不够会需要一个赠予者给他一笔赠予金 那我就遇到过就是客人找了一个经纪给赠予金 但是那位贷款经纪没有特别的去问说 这个donor跟你的关系是什么 结果这笔钱进去了之后我就多问了一句 然后客人就说那是我的老板 所以当你有一层故故的关系的时候 你是不能给赠予的 这个就会让人觉得说你们是不是公司上都会有一些些奇怪的地方 所以老板雇主关系是不能做那个donor的 其实Karen我问你一般来讲的话 对于这个赠予方就是donor方的这个这个限制 这个银行会不会限制说你跟donor呢 必须是有relative亲属的关系或者是朋友的关系都可以做donor呢 一定要是亲属关系 必须是亲属关系才允许 那假如说你是半途中 你假如说其实我都很好奇 一般的mortgage agent的话在前期的时候在process这个application的时候就会开始问说你的首付哪里来的 那假如说有这个有赠予有gif的情况之下难道不是一开始就问这个赠予方是谁吗 会一开始就会问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像我就遇到一些不是太有经验的loan agent他不会说去多问一下这个问题 他会跟客人讲说OK我需要这是你的家人或者是说就是你到时候找一个donor来给你出这笔赠予金就好了 那但是你没有跟客人讲说这个人不可以是跟你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relationship 你没有提早讲的话客人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其实也真的不能怪客人 但是呢就是那个情况是那个报是好在我多问了一句我就问我同事我多问了一句 结果呢客人就说啊那是我的老板那我们得赶紧把这个赠予金给他抽出来 因为这个是不能被银行发现的 假如说果真是假如说他早期就告诉你了我这个赠予呢是我的雇主赠予给我的 一如说我的雇主是我的爱人呢举个例子啊对吧 假如说他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嘛对吧雇主跟雇员是男女朋友关系那男朋友呢赠予首付给女朋友买房子有什么不对的呢 不能是老板跟员工因为代表说你有其他的关系的话那有可能你的收入也是故意为了贷款而把它拉高的 哦是有这种 对其实呢你这样子的话等于是invite lender去拿着放大镜看你的资料 好不仅会让你的process变慢还会有更多的trouble那当然我们做贷款希望做事情越简单越快越好嘛 OKOK那假如说一发现就是雇主给的那个gift fund作为首付的话那假如说borrow就没有其他的资金可以做首付的话是否前面就跟他讲说你没有办法申请得到的这个贷款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变通的方法 你可以用其他你可以用家人的名义给你做这个正义啊就不要让你的雇主做这个正义啊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OKOK知道了知道了好感谢你跟我分享第四个重大错误那接下来我们要跟观众们分享的就是第五个重大错误 请问你Karen第五个重大错误是什么呢 第五个呢其实也不算是一个错误就是我会建议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产权上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拿掉一个人或者是加上一个人 当你在我会建议呢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以和贷款重新贷款一起去做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你跟重新贷款一起做的时候呢这是有产权保险的因为当你加一个人再拿掉一个人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那当然是希望要有产权保险如果你自己去做一份文件然后去county登记 不是不行但是呢将来当你在做贷款的时候呢银行会回去看到这个过程会看到说哎你当时自己去登记了一份文件 我还需要这个人回来再重新签一次文件 如果说今天你让这个人签了一个放弃产权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他后来去到哪里了 然后等你将来做贷款的时候银行不会close除非你让那个人回来再重新签一次这份文件 这个叫做因为这种自己去recording的文件是没有产权保险的那不是说不行只是说将来你做贷款的时候呢 他不会接受你曾经有一个没有产权保险的这样子的文件 其实呢这种情况呢也可能也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也许呢可能几年前发生的事情 但是后来呢可能几年前在做这种文件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说将来要申请贷款 那假如说已经发生了你作为一个贷款经纪的话 你是否会问某些问题去发掘这方面的问题 例如说你会问你的那个申请人客户说请问你之前有没有任何的transfer 有没有任何产业上的转移呢是没有经过产权公司的你可否告诉我一下那假如说这个贷款经纪有问到这个问题 而且得到的答案是有曾经发生过那你会给这个申请人什么样的建议呢 如果说真的有曾经发生过的话呢我会先问说这个人他现在是不是还在比如说还在local的地方 我们可不可以联系到他签这份文件 因为当你在重新贷款的时候呢你还是得找他回来签一份文件的 对了因为有些时候呢真的是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去考虑到将来只考虑到现在 所以是给大家一个建议那注意这方面的话就可以避免将来出现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情况我跟你分享一下有些人呢会考虑到说我想申请重贷 但是呢我也想成立生前信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生前信托呢 那你很可能你会建议呢是什么时候成立会比较妥当 其实什么时候成立都可以你可以在我做贷款之前你就成立 然后把产权放到信托里面 在我做贷款之后你再去再去放到信托里面都可以 那万一呢就是说我知道说银行不喜欢贷款给信托 例如说今天你把你的产权放在你的生前信托 但是你今天呢因为利率已经降到最低点了 所以呢你想去申请重贷 那这种情况之下银行会不会要求你先从你的生前信托跳出来 把他变成是个人持有然后呢办完重贷之后再把他放回去信托里面 会不会是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呃其实每一家银行他们的policy不太一样 有些银行是接受你放在信托直接就close在信托里面 有些银行不接受那就是看这个情况 如果说不接受的银行的话呢我们会建议你把名字拿出来 然后呢closing了之后呢我们会马上把你的名字再放回信托里面 那我想请问你啊 假如说还没有申请重贷之前已经是有一个生前信托持有这个物业了 是否呢这个动作把把这个假如说银行不接受贷款给信托的话 是否这个把名字呢从信托转移到个人名下是在呃 呃从泰还没有开始之前做呢还是可以在esco里面做这个动作都行 呃在esco里面做closing的时候我们会帮你做closing的时候呢 我们放款放款完了之后呢会拿去登记登记的时候呢就是把你的名字呃从呃就是把产权从呃信托转到个人 然后可能隔个一两天我们再帮你登记放回去信托所以呢中间只会隔个几天时间而已 ok假如说今天我是一个申请者目前来讲的话我的生我的产权在我的生前信托名下 那我来找你caren我要我要办我的贷款啊 呃在面谈的时候你是否会给我解释说其实将来呢我们在还没有关闭esco之前呢 因为这个银行不接受贷款给信托啊所以呢我们会做一个手续 这个手续就是说在esco里面呢把你的产权从信托呢转到个人名下 但是一旦close了之后我们再从个人呢转到信托的名下对吧 嗯是啊是啊因为我们一定要跟客人解释这个这项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们才能去order贷款文件 因为贷款文件呢就会有这些所有的呃转转让的东西在上面 所以呢通常在签字之前我会先跟客人解释好 不要等签字的时候就会很surprise 那我想请问你你刚才有讲到说某些银行可以接受贷款给信托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有必要去跟客户解释说需要做这些东西不需要做这些东西吗 呃因为有些银行呢可以接受的话但是不一定利息给的好 所以呢通常我会把客人的file送去利息好的对他这种情况利息最好 最适合他的银行那如果是因为小小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解决的就是把它暂时先拿出来然后再放回去 OK OK好感谢你解释 因为假如说我今天我的产权是放在我的信托下的话 假如说因为呢银行借给信托的利率呢跟借给个人的利率是有差有差额的话 那我可能就是要考虑呢从我的信托呢转到我个人名下 因为我要得到最好的利率嘛对吗 其实不是因为说个人借给个人跟借给信托的利息不一样 只是说每一家银行的利息不太一样 但是呢客人的qualify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所以呢我们代理我们代理很多个产品我们会选择最适合客人的那一家银行 但如果那家银行的要求是不能放在信托的话我们会暂时拿出来 如果那家银行可以的话呢我们就继续continue就不用把客人的名字拿出来 OKOK好总之你要提前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呢你就可以提前处理 而且可以提前跟客户解释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有一个surprise在the end Karen我们现在要谈的是第六个重大错误请你跟我分享一下 好第六个重大错误呢就是尽量尽量在贷款期间不要更换工作 因为呢当你换了工作了之后呢所有的所有的收入的资料我们要重新 给银行去审核所以呢会导致你的closing的delay 那有些时候呢我遇到个情况比较严重的是客人换了工作了 然后呢我们去确认他的工作的时候呢才发现 因为他原本是拿薪水的结果呢换到新工作的时候呢每个月也是固定收入 但是呢变成1099那如果说变成1099那代表你就变成自雇主你就并不是wish earner拿薪水的意思了 那完全改变了我们审核的方式对因为一旦你变成自雇主你需要有两年的记录做自雇主我们才能算你的收入 所以呢客人一下子就不能夸了饭了那我想请问你啊其实像这种问题的话那为什么不在早期的时候就吩咐好了就不会发生了吗对吗像你你平常你在跟那个申请人面谈的时候呢你也你会不会顺便提醒他哎你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换工作哦会不会这样子提醒客户啊对我会提醒客户我就是啊 有几次因为我提醒他然后呢客人会跟我说他刚好正准备换工作所以呢至少说他之前告诉我了他要换工作我可以事先做好准备都安排好这些timing就不会导致他贷款的delay啊利息过期啊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你假如说跟你交涉的贷款经纪人是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他这方面呢他先提醒你 那就这个错误就可以避免了对吧对对就可以避免了至少如果说今天上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如果这个客人他从w2换到1099 如果呢呃这位贷款经纪一开始就有问题提醒他那客人就知道说OK我就算换工作我也不能换去个1099的工作我得换去个w2的工作 那假如说你换的工作是跟以前是一样性质的而且也是w2的话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允许你的申请人去换工作吗在申请过程中 呃如果是在早期一点的话呢一定要换那当然我们会尽量配合客人因为毕竟工作这种东西不是说你要我要你不换你就不换的 那是啊那尽量尽量不要再晚就是我们在贷款准备closing的时候换那个时候换就会比较麻烦会造成delay如果越早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越早做好准备把新的收入的资料给银行审核那这样子还是可以解决问题 那我想请问你假如说今天我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啊突然间呢有一个黑汤的打电话给我说帮我找到一个我不能够拒绝的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啊工资呢就涨了20% 在这种情况之下呃我打电话给你Karen说Karen这个机会我不能够放弃啊你会给我做什么样的建议啊啊我会让客人不要锁利息那等你工作开始工作了给了我你的offer letter给了我你第一个工资单之后再靠就是不会那么早锁利息因为利息一锁就要尽快close嘛所以呢如果客人一开始告诉我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不会那么快的去锁利息 呃锁利息早锁的呃后果是什么呢如果当你利息早点锁的话呢呃你就在要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间之内你一定要close你的贷款那如果没有在固定时间之内close的话呢你就要花钱去买这个extension那就会就会等于是给客人造成一个一点的损失但是如果你早一点发现的话呢我们可以不用那么早锁 等你的工作等你的工作开始确认了已经开始上班了我们再继续proceed都可以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哦因为Karen因为有些时候呢呃锁不锁利息呢是跟你对利息的走势的呃 感觉或者是预测呢有关系呢因为假如说你的预测是说历史不会那么快涨回去的话那你跟我讲说晚锁我会很放心的晚锁 那假如说那假如说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利率的走势感觉上可能会涨的话你跟我讲说晚锁的话我都会跟你讲说哎Karen我担心晚锁的话这个利率就涨了那对我就非常的不利的嘛那找锁跟晚锁挺多就是几百块钱的从锁开支而已嘛不是吗 不是几百块钱根据market的浮动有些时候开销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如果说客人一定要提早锁的话呢那就不要换工作哎呦我那么好的工作你跟我讲说不要换工作那那那怎么行啊就是没有办法apple orange你都得啊你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去看下一集下回见 这一集下回见